欢迎回到美国之音VOA卫视时事搭谈的节目现场 我是黄耀义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美国访问 而亚太伙伴关系协议TPP 以及美日防务安全协议预计是此行的重点 面对中国在不断伸张海上以及路上的主权 引发亚太各国担忧 以及来势汹汹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还有一带一路的政策 美国与日本以增强双边的同盟来应对 中国的军事崛起 是否给日本一个增强军力的理由呢 而新的贸易规则将会由美国还是中国来制定 而日本在当中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来宾有两位 一位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先生 杨先生通过电话从日本东京参加讨论 杨先生您好 您好 另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课作研究员 韩连潮博士 欢迎韩先生 谢谢 大家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 请您拨打400-120-0551 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一下杨中美先生 我们看到这次安倍晋三访美呢 这个先是奥巴马总统以国宴来款待他 接着他是这个日本第一个在这个美国国会里面发表 这个演说的首相 日本首相 所以这是不是象征着说 美日同盟 还有美日之间的合作关系 到现在是达到这个高峰的阶段 那是否这一次安倍晋三访美 也是要为习近平即将的访美 先定下一个框架呢 我觉得好像可能是有一定的联系 但不完全是 我觉得呢 这个主要是呢 就是美国在调整他的亚太政策的时候呢 感到力不从心 他就是要启用这样这个 对日本这样一个这样一年来的一个 70年前的一个战败国 来充当这样他这个美日联盆 来限制和包围中国的这样一个伙伴 我觉得他到这时呢 到现在呢 就是赶到日本呢 是完全可以在台前利用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给予安倍比较高的规格和利益 这样的话呢 就是更好的是加强日美同盟 使日本更服务于他的整个大战略 是 那我想接着请教这个韩联潮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次 给安倍降级高的礼遇 但是也谈到了很多的实际的东西 例如说每日之间就宣布了 这个新的安全协议 日本自卫队以后有更大的一个框架 它可以在全球各范围之内 可以来进行很多的行动 包括这个导弹的防御 包括这个救护的行动等等的 那再加上之前我们看到 也解禁了这个集体的自卫权 是不是代表说美国希望日本以后 在亚太地区或在全世界 能够跟美国一起在军事上面 更加发展他们的这个力量 是的 我觉得这个这次的这个日美之间的防卫方针的签订的话 是重新加强了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个战略联盟关系 那么美国实际上在推动日本 这个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上面 实际上是几十年来一直在做出的 并不是说现在美国实力不支以后 想要日本来出来这个 为他在亚太推行亚太政策服务 作为他的一个工具 我觉得美国实际上几十年来 一直推动日本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 但是日本因为一直用自己是和平国家 和平宪法来拒绝 那民意的也表示 日本人大部分不支持 所谓的集体自卫权的解禁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按照美国的角度来看 美国需要缓回亚洲 但是缓回亚洲的核心 实际上是奥巴马总统讲过 是跟中国的这种紧密关系 而不是说是跟日本的这种关系 当然中国和日本都希望看着 中国的和平崛起 如果中国不能和平崛起 那美国和日本就要有所防范 那么在东海对海洋 做出的一些措施 这种防卫方针里头提到的一些措施 都是做出一个防范的姿态 来为未来防止中国 走向一个强势的 这种起立性的路径 那我想接着请教杨中美先生 我们看到你刚才提到这个军事的方面 这个之前日本的捷径自卫权 其实也是在这个钓鱼岛的争议之后 才慢慢的有这样子的一个高峰点 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呢 包括美国还把一些尖端的武器 也运送到日本去了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奥巴马总统 在跟安倍晋三举办的共同记者会上 也特别又把这个北京的立场 还有这个跟岛屿的争议再度的提出来了 那是否就是因为这个中国这方面 在很多的周遭的海域 不管是跟日本或是跟其他的国家 有那么多的争议 导致了日本有这样子一个理由 说我们可以来增强军力 那是不是反而给日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呢 我觉得中国的一个和平的崛起 就是说最近的经济发展呢 的确是达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自变的时代 就是说他原来在还没有超过这个GDP 没有超过日本的时候 日本还认为自己是比较可以和中国和友好相处的 和这是和平相处的 但是在这个GDP超过日本以后 是整个日本的国民呢 大赤金是日本的领导当局的大赤金 紧接着呢就是发生了一个钓鱼岛事件 但是我们看到钓鱼岛事件 并不是中国方面想挑起来的 而是日本的政客 一位政客谁员挑起来的 他看中了美国想重返太平洋地区 这个里巴朗斯的政策 所以呢就是用钓鱼岛的事迹来检定美国 和做措施美国站在日本方面来对抗中国 我觉得这个日本的优异真可能把这个问题挑起来 使中国呢是所以被动的应战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原来他的崛起呢 也包括他的海洋政策 要做一个海洋强国 他也想和美国共同分享太平洋 就是参加第一岛链 进了第二岛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对此是拒绝的 那么我想在由于钓鱼岛的事件 和中国的这个经济的争量 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那么是美国和日本 感到一个强大的中国 而且是不确定的中国 崛起来了 那么他们很有担心 这是确实错使了 任美加清了他们的联合 他那么共同的目标 确实是有担心防卫和中国崛起的一面 是 那连长你对这个 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尤其我们看到奥巴马总统在演说里面 他是以间隔诸岛 就是日本的方面的一个称呼 来称呼这些岛屿的 很明显的立场是站在这一方面 所以在美国的立场也如此坚硬 中国立场也如此坚硬的情况之下 这个问题会怎么样来解决下去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历史问题 那么历史问题呢 在邓小平 这个胡耀邦在台上的时候 就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方针 美国一直是在这个主权问题上不选边 就是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 那么现在日本的这个压力下面呢 一直就现在就是表明了 那么这个钓鱼岛 尖阁群岛的所谓的这个防御问题 是在美国安保 美日安保条约这个范围之内 如果是中国进攻这个钓鱼岛 那么美国有义务要保卫 对它进行防御 帮助日本进行防御 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我觉得 就日本的这个偏右啊 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这个 这个强势和它的这个多多逼人的这个外交政策呢 推把它们逼得这个往右转 这个实际上做法呢 对我觉得跟中国带来 对日本对中国对世界和平都没有任何好处 但是呢 我觉得中国现在领导人也清楚意识到这一点 在这个方面呢 已经做出很多的工作 两国日中两国还是开始走上一些一个正常化 开始逐渐的解决这些问题 我觉得中日之间的就是过去胡耀邦 在这个世代的这个中央确定政策 就是世世代代友好 这种希望还是存在的 只要中国认同一个这个和平民主 这个理论这个理念 我觉得认同这个普世价值 这种冲突 武装冲突是完全可以防止 但是您觉得中国有没有认同 您刚刚说的这种普世价值啊 或者说这种民主理念呢 我觉得从我们不能说是中国 我觉得中共呢 可能是现在是反对说西方的这个普世价值 强调自己的这个所谓的马列 也是社会主义的这一套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民众 大家还是希望 还是认同这个普世价值 认同这个民主理念的 那从长远来看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韩先生我有个问题想请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刚才呢 新闻上呢 我们看到说 他在安倍在国会上发表演讲之后呢 有一些国会议员就批评他 比如说麦克本田 批评说他回避这个未安妇的问题 还有就是没有回避这个二战的战争罪行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中国和韩国 对 压着很多国家批评的 非常关心的 对 那您在国会工作了十几年 您来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在国会山里面 这些议员对于这个问题 他们看得有多重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可能不是一个普遍性的 就是说大部分的这个议员啊 我觉得这个美国政界对安倍的这次讲话呢 还是觉得是很诚恳 很认真 这个尤其是对美国的这个战争的这个道歉 还是表示了深深的这个忏悔 我觉得这些讲法都还是对的 但是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两派的这个参议员 都有批评这个安倍这个他的讲话的 那么从这个安倍顾这个角度来看啊 我个人认为呢 他实际上道歉已经不是一次了 很多次道歉 但是呢 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就是他没有从历史的这个深度 检讨日本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责任 我觉得这一点上大家都觉得好像有点遮遮掩掩 这个吞吞吐吐 不是很深刻的很主动的 那么检讨自己的过去 承认勇于承认自己的过去这个错误 那么走向一个正常国家 这个大国应当承担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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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义务这个方面 但从安倍富的这个角度来看 过去中国一直对这个问题啊 是持这个排斥的态度 中国并不支持这些民间 对安倍富进行调查的这个工作 只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 现在又把这个抓出来了 安倍富的这个他在哈佛大学的讲话 这个安倍在哈佛大学讲话 很明显就是承认这个错误 表示道歉 但是呢就是没有说谁的责任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应该要追究 这个应该坦承日本政府 日本军国主义政府 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犯下的这个错误和罪行 是谢谢你很少的分析 那接下来我想接着请教杨中美先 就是我们看到安倍在国会里面 除了讨论这个演讲里面除了提到美日同盟 军事安全保安的方面之外呢 也大力的推动TPP 对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党的议员 都不断的强调TPP的重要性 我们看到奥巴马总统在谈TPP的时候也说 如果美国不能够敲定 并且实施与亚洲的自由贸易协定 就会产生经济的真空 那么中国就会来填补这个真空 那如果美国不在亚洲制定贸易规则 就会由中国来制定贸易规则 那我想请教您的分析来看 奥巴马总统说的有没有道理 那到底亚太各国会希望是由 这个欧美各国来制定一个贸易的规则呢 还是由中国来制定的贸易规则 我想呢这个问题呢是要看这个时间的推移 国家的力量的变化的 在原来的时候呢 在中国还没崛起的 包括像李光呀等等的东南亚国家 对中国希望中国崛起 中国参与这个东南亚事务 来限制美热的这个势力 那取得一个平衡 然后当中国强大起来了 由于它那庞大的体积和不断的增加的一个能量 使其他国家呢 感到由于这样一个国家 它的政策上面还是一个节权主义的政策 所以呢大家都有一定担心 都有希望是美国穿越进来 来平衡中国的势力 这是地区的国家 随着这个情况的变化 在不断发生变化 但是奥巴马讲的话 肯定是有它的合理性 他就是说如果美国不穿越进来 那将来中国就会制定自己的政策 贸易规则 我想这个美国呢 这个政策是讲得比较好听一点 但是我想呢 美国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 它还是想主导世界的规则 比方说它原来制定了WTO 就是一个世界规则 就是它制定了 那中国加了进去了 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它觉得用WTO这样的一个规则 就已经不能限制中国了 它就用新的TPV的这个规则 来想限制中国 那么就是增加了很多政治性的条例 这就是用政治来加入到经济的印度当中来了 这样来限制中国的这个经济的交流和发展 我觉得呢 它是也是一种背叛的一种方法 这就是这个做法呢 并不见得是很高明 那么现在中国呢 也看到美国决心要在这个亚太地区 限制中国参加这个TPV计划 所以我们觉得中国是这样 现在这个战略也很灵活 它马上打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 所以这样它已经不像 不开始向东进发展了 而且向西进发展了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一带一路呢 政策呢 这样是在美国TPP的攻势下面的 一个新的 那个中国的战略措施 经济发展战略措施 所以它想避免和美国发生正面的冲胀 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 我觉得在近期阶段 包括这个亚洲投资开发银行 技术设施投资开发 等等的这个措施 都是觉得是 应当是看出它的物色和灵活的一面 是谢谢杨贤的分析 联厂联要补充 我就是觉得这个美国的这个TPP 实际上是不是对中国的这个贸易进行 这个经济进行制裁 或者额制的这个一个措施 我觉得呢 如果是美国真实际上要打压中国经济发展 实际上就可以完全关闭美国市场 这个就足以让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 受到这个影响 重大的影响 美国并没有这样做 多少年来一直是推动 美中之间的经济发展 贸易发展 那么现在的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 就是差不多好几千万 五千万六千万美金的这个 大部分是中国的这个顺差 所以呢 这个并不是中美日之间 一个战略的这个部署 要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的崛起 实际上已经在开始的时候 就欢迎中国参加这个TPP的谈判 那我想补充的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奥巴马和安倍都是特别强调他的重要性 好像这个安倍还在国会讲话文 特别把他的战略安全这个问题提出来 我觉得他实际上是在向美国国会表明他的态度 所以你们不要把它看成一个经济上的问题 你要把它做成一个政治的问题 作为一个安全问题来考量 因为在国会反对这个条 协议的很多 因为日本呢 的确存在很多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 那么 而且呢 在国会讲话的时候 又没有明确的表示 那在这个方面做什么让步 尤其是农产品的市场开放 还有这个汽车产品的这个市场开放 日本并没有做出很明确的让步 在这个情况下 他把它就是转移这个视线 说我们来谈安全问题 奥巴马也谈这个这个重要性 所以让国会呢 很快在一个快速的通道上面 把这个协议通过 这个我觉得做法 不是还是一个表面上的 我们要看到他另外一个这个问题 其实为了国内政治 的一个考量 是这样讲的话 黄先生您刚刚说了说 如果说美国真的要围堵中国的话 在经济上 那么就可以关闭美国的市场 但是他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 就是他如果关闭了美国市场后 如果中方采取报复性的措施 也关闭了中方的市场 那么是不是两败俱伤 这当这个贸易战对 怎么说呢 总的是两败俱伤 但是呢 我们知道 中国历来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 要远远大于美国市场 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那从这个讲 我觉得美中之间的贸易 实际上对两国都有好处的 美国呢 美中之间都从这个 两国贸易上面 获得很大的利益 我觉得这个继续这样的 这个贸易交流呢 还是有好处的 当然就是说 在政治上 大家还是要找到一个 共同的 这个和平民主的理念 普世价值这个理念 那么我觉得很多高科技技术转让 都可以实现 是 谢谢您的分析 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 跟听众朋友 在接听他们的来电之前 我再请教杨中美 先一个问题 就您刚才也有提到的亚投行 我们看到呢 这个美国的一些盟友 包括像韩国 还有菲律宾 也都相继加入亚投行 申请加入亚投行 连台湾都递出申请书 但是被拒绝了 那只有日本始终是没有要加入 为什么日本如此的坚决不加入呢 的确是因为美日同盟的关系吗 还是日本也看到 亚投行里面有一些不确定的风险呢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在里面 第一个因素 就是说亚洲 亚投行没有成立以前 由于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 日本占了15.7的股份 美国占了15.6的股份 而中国占了5%左右的股份 所以总经理等于是 日本在前台负责 总董事会是美国负责 所以他认为这个 这个亚洲开发银行 就可以垄断了亚洲的金融 那么这是第一点 他不愿意看到中国有个 新的银行成立起来 来分享它的利益和地位 第二点呢 他认为这个 的确担心中国亚投行 他凭中国这个对 银行的这个 这方面的声誉和印度经验 他抱着不相信 认为他这个银行 可能办不好 这是日本的官僚的 疫情普遍的看法 还有一个呢 我觉得这个是 亚洲开发银行也好 这个世界银行也好 是美国金融帝国 世界帝国的 金融 统治世界金融这个 这个指导权的 一个组成部分 他实际上是不想 就像中国这样一个 新兴国家来分享 他的这个金融利益 那么 也世界银行 中国等新兴国家 要求改革 他实际上也提出了改革 但是美国国会就通不过 从20010年开始 到现在五年过来了 他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改革 还是想继续保持 美国对世界银行 和亚洲开发银行的 主导权 那么这次中国情况下 亚洲银行的出现 实际上是 包括他的盆国 对美国的 主导世界金融 这个次据 实际上表示出了不满 所以说我觉得呢 有些事情不能说 美国做的都是对的 美国都是 他做的都是 按照民主的法则 和自由的法则来做的 像随便可以 这个制定一个游戏规则 让人家来就来 要尊重他的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亚洲银行这件事上 是美国的一个外交 和一个失败 好的 谢谢杨中美先生的分析 连长你觉得说 美国跟日本不加亚洲银行 是不是一个 错误的一个决策呢 这个我觉得美国 奥巴马总统 这次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美国从来没有 阻止其他的盟国 加入这个亚洲银行 亚洲银行自己 我们看到中国历来的对外援助 几乎就是失败的这些一个 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 那么因为他现在 他总是把一个经济上的问题 把它政治化 一政治化以后 很多投资 就是在你像 现在中国在非洲的投资 在中亚的投资 常常是大量的这个工人 拥入 没有雇用地方的员工 没有使用地方的这个材料 就很多很多问题 包括亚航 亚投行 现在的这个内部的 这个操作的这个细则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则 那么中方呢 已经讲得很清楚 不愿意继续使用 亚航或者是这个 货币基金组织的 那个贷款标准 因为那些标准 并不是最好的做法 那么想另起楼罩 来搞新东西 但是就没有出台 一些新的细则 所以这个风险 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与其来搞这个亚投行 还不如把中国 自己的名声搞好 把自己环境搞好 把中国人民的这个生活 提高一下 质量改善一下 可能比那个推动 这个政治上的这种 金钱外交 可能可以有好一些 谢谢您的分析 我们现在有几位观众朋友 请他们那个 可以来简短的发言 听听他们的看法 首先先请山东的孔仙 请您简短发言 孔仙您好 你好 嘉宾好 我呢 对这个嘉宾提醒一下 我觉得这个嘉宾呢 在这个节目中 他还在做中国梦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中国呢 是共产党独裁专制的国家 这个词汇你们根本就没有用 日本的民选首相安倍 在美国讲了什么 与我这个中国老百姓有关系吗 北京的周老虎 中国允集团建筑公司 我家将保定农民工工资 320多万元 与我有关系 中国允有军车 有枪 他这样也跟我有关系 中国允集团建筑公司 要把我做了 要杀了我 这与我有关系 这就是我的爱国主义 这就是我的国际主义 我提醒嘉宾 要警惕共产党独裁专制 好的 谢谢山东的孔 是谢谢山东孔仙 我们知道您的意见了 我们接下来请聊您的孙仙发表您的看法 请您简短发表 孙仙 孙仙 您好 我今天要为的话 韩陶先生说的是极有好 现在吧 我认为是从冷战结束以后 这一层上剩下两个优等的国家 一层美国对于资本民主社会 一个是共产党工作领导和共产党的社会 这两个社会并不是矛盾和对立和冲动的 他应该的话 主要是这个事业 已经准备农制度和社组度 看着哪个人援领世界能走着白龙和富良 这才是一个好力 挖好力旁边发展 但是现在从现在来开 美国在利用日本 这行为的中国 这是虽然一个普通人都能看到的事业 好的 谢谢孙仙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 只能让您发言到此 我们请两位嘉宾来做一个总结 杨周美先生 您对我们刚才这个观众朋友 他的一个讲话 您有什么样子的看法跟回应呢 我觉得他们生活在 共产党的一党独裁政治体制下面 像我也是在这个体制下面 经历过生活的人 对他们的许多看法 我都是有在同感的 但是我们在看 国际政治的问题上 我们必须把自己的个人的东西抛开 就是说怎么样子客观地去平息 他的真正的问题所在 所以我觉得可以理解 但是他们并没有讲出什么 我令我真的感到是对的东西 是的 谢谢您的分析 那连长 你最后一个总结 我觉得这个美中 美日 对未来世界和平起很关键的作用 那么如果是中国能够吸收 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个教训 不走这个军国主义的老路 那么我觉得真正的和平崛起 那么对世界和平是一个最大的贡献 好的 谢谢您 因为时间关系呢 今天关于安倍竞赛访美 以及美日同盟的讨论 就只能到此结束 感谢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先生 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科技研究员韩连超先生 才能接见节目讨论 稍后呢我们将关注 中国公务员的离职现象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